Uber's mission is to go to every major city in the world and roll out an efficient, convenient, elega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时下年轻人为求方便省钱或者渴望名车代步 这两年来开始使用Uber 透过AppRanty点选乘车位置跟下车地点 预估车资就可供参考 但台湾尚未合法 现在又传出有各自风险 新北市民蔡小姐 12月5号收到一封Uber搭车收据 仔细一看 乘车地点居然是美国洛杉矶 车资要价美金100多块 折合台币3000多元 蔡小姐明明从未去过美国 虽然去年中曾经下载过Uber App软体 也曾输入过信用卡卡号 但今年初就已经删除 不曾使用Uber交车服务 却收到账单 认为信用卡遭盗刷 资安有漏洞 就觉得很夸张 就不可思应该系统要上路 应该怎么讲 一些资讯安全的东西 应该会做得很好才对 是很大漏洞 这样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面对外界质疑 Uber业者否认各自外泄 使用者付款资讯 都是由国际第三方处理 Uber系统也没有保留用户资讯 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 显示用户资料遭窃 Uber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 个人专属司机的经验 拍摄大量广告 打开知名度 甚至搬出名人加持 但消费者输入信用卡卡号 却疑似遭盗用 目前Uber在台湾 仍然属于违法 若出包 消费者权益 恐怕没保障 用户使用钱 多加留意 记者杨中盛章若宇 台北报道